张华县长期深耕阅读打造书香城市 在全县国中小学校园已经完全打造101所社区阅读中心的目标 13日上午在县府中庭办理记者会 张华县副县长林田副代表县长卓博员与会 与会贵宾包括远见杂志群总经理马素贞 张华县阅读推广大使林郑胜导演 新闻处长黄东烈 教育处处长陈毅玲等人与会 会中并由南亚国小小朋友带来说书表演 我们回顾去年一年的时间 在张华县整个为了推动阅读 县府做了很多的投资 第一个我们完成了101所的社区阅读中心的建制 同时我们也投资了8000万 改善所有乡镇的图书馆的阅读环境 另外我们也在全县找了7所学校 一共投资3500万 新建了7个阅读中心 目前都在施工中希望在今年年终之前可以完成 另外我们也连续两年 县府各动资了2000万来采购大量的书籍 目前全县已经有超过150余万的册的书 已经达到了每一位县民拥有一本以上的书的这样的目标 展望未来的一年里面 我们会投资更多的预算 在学校建置更多的社区阅读中心 让全县所谓的县民能够很方便的 有很好的环境可以阅读 早日达成我们卓县长所期待的书香社会 这个文化大县这样的目标 彰化县不仅邀请彰化子弟林郑胜导演 担任年度阅读推广大使 林导演特地为了彰化国中小学学生献身 录制广播口白 彰化县政府将此声音档案制作成500片CD光碟 分送到彰化县国高中及小学 将在学生成读时间播放 运用声音传达爱乐的理念 看书不只是学校里面的书 或者你的专业上的工具书 看书更重要的是 它能涵养我们生命里的很多的书 我甚至看过琼瑶的小说 那都是让你去了解我一些事情 不见得一般的那一种 通俗小说就一无四处 我看书是包括闲书都包含在内 看过很多的漫画 对我的生命都有工作 让我不断的有很多的想象 它真的让我长出翅膀 最后 所有想读书希望获得知识的爱书人 随时都能接近书香 使阅读成为彰化县的全民运动 达成了书香满彰化的目标 实现彰化县长卓卫员阅读 没有城乡差距的宏愿 成为爱书香大县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导